對的這個防衛西方就是撫衛 那坐西朝東的房子或對命的人 他的西北方這個是生氣心 那北方是禍害心 東北方是延年心 東方是絕命心 東南方是六煞心 南方是五鬼心 西南方是天一心 所以說這是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者是對命的人 他對應八個公位 對應八個方位 他的四級心四雄心的分配 好 那我們把它套入六十四卦裡面 對載配卦斷絕法 水澤解 水澤解是禍害心落的位置 也就是說坐西朝東的房子 澤就是對嘛 我們這裡有寫到 澤就是對 所以說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者是對命的人 對命的人 他的水 水是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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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的是禍害心 也就是說 我坐西朝東的房子 我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者是我是對命的人 那我的北方這個位置 是禍害心落的位置 如果這一間是我的房子 這一間是我的房子 我把它畫出來 這一間是我的房子 比如說這樣子 這一間是我的房子 那我的大門開在這個地方 大門開在這個沿原位 大門開在這個沿原位 那這個禍害 這個禍害就是大概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樣子 我大門開這樣子 大門開在這個沿原位 那禍害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是禍害方 我們人從這裡進來 這個是禍害方 如果這裡當客廳的話 當客廳的話 就不好了 就不好了 我的房子的配置這個地方 當客廳的話 那就不好了 因為我坐西朝東的房子 我門從這裡 人從這個門進來 客廳正好在這個禍害方 就不好了 因為禍害是雄心 雄心 那禍害的話 他要注意產業敗退 少婦妖王 嫖賭好色 酒後敗決 中男不利 人丁絕 責對 對的話 他六親代表少女 少婦 隨六親代表中男 所以要注意商道 少女少婦還有中男 那他是雄心 所以要注意產業敗退 嫖賭好色 所以客廳放在這個地方 或者臥室放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 久而久之 會敗財 敗運 甚至要注意損人丁 水則節 帝哲鈴天一 帝哲鈴顧名思義的話 就是說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對命的人 在 帝 帝就是崑 崑為帝 在西南方這個方位 落的是天一心 帝 哲鈴 帝 所以說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對命的人 他的西南方這個位置 落的是天一心 所以這個地方很好 如果說家裡有酒病的人 吃藥都吃不好的人 可以睡這個天一方 睡這個天一方 會比較 身體會比較健康 那天一是集心 天一聚門 天一聚門心 所以 天一聚門入宅 土金相生 主財神 金益男女 孝義 因為 昆五行屬土 對五行屬金 土金相生 方位來生宅位 相當的好 帝哲鈴 接下來 雷哲歸媚 絕命 雷 就是正 正為雷 折就是對 坐西朝東的房子 坐西朝東的房子 坐西朝東房子 或者是對命的人 那東方的這個方位 是絕命性弱的位置 很不好 這個地方絕命 所以這個地方不要當客廳 不要當主要的活動範圍 因為絕命很不好 那金木交戰 對五行屬金 雷五行屬木 金科木 然後要注意 長子長孫長婦長女 肝臟手足人才不利 雷代表六行是長男 對是女性 所以要注意說 商道子女 那商道的是肝臟還有手足 因為金科木 木五行 五行木 代表的器官是肝臟 這個我們在前面有講過 所以說 木背刻要注意肝臟 金科木要注意筋骨的問題 這個都有 所以這個地方是不好的地方 絕命位 風則中符 風則中符 顧名思義就是迅為風 迅為風 上掛是風 折對為折 下掛是折 等於說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者是對命的人 他的遜方 東南方 東南方 東南方是六煞心 我們在這裡有看到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者是對命的人 他的東南方是六煞方 風則中符 那在義經六十四卦裡面 每一卦都有一個卦詞 那這個風則 上掛是風 下掛是折 這個掛 他的掛者叫做中符 中符掛 一般我們在義經所講的 這個叫做中符掛 中符掛 那對應八載法裡面的話 風則中符 是一個六煞心落的位置 意思就是說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對命的人 他的東南方是六煞心 那金木相佔 因為遜五行屬木 遜五行屬木 對五行屬金 金柯木 金木交戰 避傷婦女 因為遜六親代表長女 對六親代表少女 所以喪大婦女 陰勝陽衰 因為兩個都是女性的卦 遜代表長女 對代表少女 兩個都是女性的卦 雖然喪大的也是女性 但是都是女性的卦 都是陰卦 遜是長女 對是少女 都是陰的卦 所以說陰勝陽衰 住在這裡面 夫妻房如果在這個地方 夫妻房如果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可能生的都是女孩子 生男孩子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這個是陰卦 宅也是陰卦宅 所以說容易生女的男人短壽 產商確定 是這個意思 好 天哲女 天哲女生氣 坐西朝東的房子 坐西朝東的房子 在前方 前為天馬 就西北方 落的是生氣的心 這裡就有人 天哲女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或對掛命的人 他的西北方的位置 是生氣心落的位置 兩經比合 前為天 對為者天哲女 兩個都五行屬親 生氣 諸錢財盡力子孫聰慧 婦女美麗 生氣房很好 地大吉心 接下來 對為者 扶衛 對為者 扶衛 上卦也是對 下卦也是對 扶衛 兩經比合交道心容 少婦專權 婦女當家 這個是吉心 那為什麼說少婦專權 婦女當家 因為對 對是少女 上卦是對少女 下卦也是對少女 下卦也是對少女 都是女人 所以女人當家 是這個意思 好 三則筍 三則筍 顧名思義 他 宅位或名卦是對為者 那 方位 更為三 所以三則筍就是 坐西朝東的房子 坐西朝東的房子 更方 東北方 東北方是顏連位 這個地方 西 西北 北 東北 所以東北方 是顏連位 三則筍 三則筍 是這個意思 那 土金相生 更為三 五行屬土 對為者 五行屬金 土金相生 顏連位 陰陽正配 陽土生陰金 陰陽正配 發 家財大發 功名榮顯 父女行良 子貴孫賢 所以這個地方很好 如果我的房子 門開在這個顏連方 就很好 我坐西朝東的房子 坐西朝東的房子 我門開在顏連方 不錯 從這個地方進來 相當好 好 火則葵 火則葵 意思就是說 坐西朝東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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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南方位 火則 火則 上掛是方位 下掛是宅位 或者密掛 火則葵 這個地方是五鬼 五鬼心 烈火煉金 必傷少女 男人短受 咳嗽血奔火 道 斑災 黎微火 克對為金 對是金 火克金 那金被傷到 金對是少女 先傷少女 那黎微火 六親代表中女 對六親代表少女 兩個都是陰掛 沒有陽掛 所以說男人短受 如果房子在這個地方的話 睡在這裡的話 男孩子睡在這個地方的話 比較短受 因為這個是陰掛 陰宅 兩個都是陰的 比較傷男人 那住在這裡男人短受 不然的話就是比較容易咳嗽 或者是有血病 那女孩子生產要注意血痕等等 好 火稻寬災 住在這裡要注意容易遭到火災 李宅配掛斷絕法 剛剛對宅 那把這個換成李宅 把這個換成李宅 也是一樣 我們在上一節跟這一節開始 已經講了前宅做西北朝東南的房子 以及對宅做西朝東的房子 那這個每一個房子 就是他配有八個公衛 每一個公衛 把他用大遊年割絕 套入他的心 四級心四兄心的位置馬上出來 那八個宅 每一個宅有八個方位 八個宅 就是做西朝東 做西北朝東南 做北朝南 做東北朝西南 總共八個宅 每一個宅有八個方位 八個宅就有六十四個方位 六十四個方位 六十四個方位的四級心 四兄弟套進去就有六十四種的現象 那六十四種現象套入 易經八八六十四卦 等於每一個卦 正好搭配一種現象 上一節有講了前宅前命的現象 那這一節有講了對宅對命的現象 接下來其他的離宅也好 或者是更宅也好 遜宅也好 正宅也好 等等 他的八宅 極心雄心的配置 搭配六十四卦 也是一樣的搭配方式 所以說接下來離宅以後 我們就可以講快一點 因為前宅我們有講過 對宅有講過 大概同學都比較清楚 那離宅我們就講比較快一點 好 水火雞雞 水火雞雞意思就是說 坐南 因為離宅是坐南的 坐南朝北的房子 坐南朝北的房子 在水砍方 在北方是延連方 這個意思 所以說坐北朝南的房 坐南朝北火馬 這宅位 這個是方位 所以坐南朝北的房子 它的砍尾水 北方 落的是延連心 我們這個之前在前宅跟對宅都有講過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不再贅述 那延連心顧名思義是好的 第三大基金 所以陰陽正配 水 陽水 活 陰火 陰陽正配 主 福祿授權 子孫 忠良 望丁 望財 延連 所以說坐南朝北的房子 我客廳放在北方 可以福祿雙全是這個意思 子孫 忠良 望丁 望財 有些人會問說水不是克火嗎 這樣怎麼會是延連 事實上他這是一個掛詞 掛詞 掛詞的意思 但是他正好在八宅法 八宅法裡面 坐南朝北的房子 他的北方的位置正好是延連心 所以掛詞跟這個不見得一定是相對的 好 是辛弱的位置 辛弱的位置 地火明夷是六薩辛 坐南朝北的房子 地坤為地 坤是西南方 坤是西南方 落的是六薩辛 落的是六薩辛 為了讓同學更方便了解 我們把這個寫在這裡 南 是離方 這個已經寫過好幾次了 坤是北方 正是東方 我們把它刮起來 對 對是西方 好 更 東北方 東南方 八卦的方位是不變的 八卦的方位是不變的 八卦的方位不變的 坤 西南方 南方 前 西北方 好我們寫出來 這個我們寫過好幾次 還是讓大家看一下 那等於說地火明里 就是坐南朝北的 因為 里嘛 是火 坐南朝北的房子在地 坤為地 是西南方 好 我們把這個自然的現象寫上去 離為火 坤為地 對為者 這個都寫過好幾次了 對為者 乾為天 坎為水 更為山 正為雷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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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這個地方 那等於說地火明里的意思 宅 命 宅卦或命卦是屬於坐南朝北的 有沒有火 那方位地 是坤為地 西南方 等於說我坐南朝北的房子 或者是我是離命的人 那在我的西南方的位置 西南方的位置 是六煞心 六煞心 那六煞心的話是雄心 那地 昆為地 五行俗土 離為火 五行俗火 火生土 火炎土造 火炎土造 而六煞是雄心 所以說人丁不旺 存陰傷難 缺子損丁 因為昆為地 六煞代表母親 火 六煞代表忠女 兩個都是陰性的 陰性的 所以說 三道難的 三道難的 那 剛剛有講火 代表忠女 所以要注意忠女 血病 演技 是這個意思 六煞心是不好的心 接下來雷火風 雷火風 顧名思義 他生氣 表示這個是好的 那火 宅位 是火 是坐南朝北的 坐南朝北的 那雷是正為雷 東方的位置 這裡有 東方的位置 等於說我坐南朝北的方子 東方的這個方位 是生氣心的位置 生氣心的位置 那生氣 青龍入宅木火通明 煮田產經濟 人才清秀 連登吉利 富貴雙全 我坐南朝北的房子 坐南朝北的房子 那在這房子的東方這個位置 也是生氣方 我可以坐主臥室啦 客廳啦 等等 風火家人 風火家人 意思就是說 上掛是風 迅為風 下掛是 李微博 那等於說 風火家人 就是 坐東南朝西北的房子 坐南朝北的房子 坐南朝北的房子 或者是黎明的人 他的迅 迅為風 東南方 是天一位 天一位 這樣子 那天一位的話 是一個好的心 那基本上 他主 女善作家增 女中丈夫 人子好善 財婆豐盛 光榮賢家 那 風 迅為風 是六親代表長女 李微火六親代表中女 所以說 都是女人 所以主女善作家增 是這個意思